在要過年 全國的警察粉絲 都在做紅手夾的園連 中華官的元寧粉絲 就跟當地的農會來配合的園連 最特別的是 粉絲這次是找兩個路徑 接作是春費 兩個假春費的殺氣 完全不適合女兒 而且是腳手扭力 這個跳就跳去銀行的櫃台 參路徑自己就剩一條 說第一次來唱銀行 真緊張 這次演假春費的不是人警察 是穿底庫 剩下的路徑 路徑腳手扭力 一個就跳去銀行一百多公分的櫃台 路徑為僱方圓的鄉 無數男警警察一來 還跟警方做對頭 中華官林警分教這張紅手夾園 最少人的就是這兩位 路正在對完演的春費 因為全國警方做的紅手夾園 連大部分都是男警來的春費 路徑的春費很可憐 尤其這位在這裡跳上去幾台路徑 他說之前我們十幾次都跳不起來 第一次唱銀行真緊張 我是跳不上去 我還因此撞了好多個黑槍 然後到最後一刻就真的那個 激起身上銀行真 我就愉悅 我就真的成功就上去了這樣 民眾大部分對春費的印象是 壞臉手的男性 不過時代改變 路正也有可能換案 派路徑來辦春費 和民眾各經各體館 都會開放一半 一定是提供給人